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次要谈的海味 其实这个海味是 里面还包括核仙 我分的标准是按照原媒的水源石单 它里面的是水族中的友林 就是友林的单 另外一个是无林的单 过来才是海鲜单 大概是中国的食谱里面 第一个把海鲜列入食谱里面的 就是原媒的水源石单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从 那个核仙开始讲起 核仙是我们从前是吃的主流 但是我们台湾目前以海鲜为准 已经重要性没那么大 但是还很多菜都保留在江浙馆里面 广东也有一些 因为北方菜比较少吃海鲜 吃核仙 而且北方的一些核仙的菜都是从那个 不好意思我关个 都是从那个广东那里传过去了 比方说谭家菜 那我们现在第一个讲的是桂鱼 这个桂鱼在台湾很少 所以我们也很难吃到 但是它有个 大陆也俗称它为桂花鱼 有淡水 淡水老鼠般之称 那个唐诗里面 那个桂鱼就提到桂鱼肥 桂鱼有个别号叫水底羊 像水里面的羊肉那么鲜美 这就是桂鱼的长相 其实桂鱼在大陆大概有九种之多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 我第一次吃桂鱼是在澳门吃的 那一次真的是盼望很久 想想也是三十几年的事了 清蒸的桂鱼路口很像大黄鱼 就是蒜拌肉 它的肉很细 然后筷子一起就会 筷子一下去 它肉就会起出来 是非常好吃的鱼 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台湾很少见此鱼 第一个吃桂鱼 这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松鼠桂鱼 松鼠桂鱼并不是 它的配料里面有松鼠 而是它做的形状像有点像松鼠 可是现在的做法 你看像我们 像我们图上的松鼠桂鱼 其实是辉州的方腊鱼 方腊就是 就是北宋末年起义的时候 后来被梁三伯的英雄们给剿灭了方腊 听说方腊起义的时候 就有做这种鱼 其实他们在安徽叫这种做法 叫葡萄鱼 不是松鼠桂鱼 这松鼠桂鱼 因为它是加了糖醋汁 所以很受一般欢迎 吃了甜酸可口 据说乾隆吃了这个以后 占不绝口 所以才被列为蔬菜之冠 在苏州最有名的就是松鹤楼 松鹤楼在太监弄 我去苏州的时候都是住南园 南园就在太监弄旁边 但是我第一次去苏州的时候 刚好有安排到松鹤楼去吃 这个松鼠桂鱼 结果那天中亚七国到苏州访问 因为李克强要接待 整个苏州封了一半 所以我就只好远到金鸡湖边 吃松鹤楼分店的松鼠桂鱼 还有他的一些拿手菜 可是凭良心讲那天吃得很不满意 第一个是分店的水准 第二个是他整个流程不是很恰当 但是我去得早趁着秋夜在金鸡湖漫步 那是真的是很难忘的回忆 而其实这道菜苏州都会做 台湾也有做 这是台湾用黄鱼来替代 早年做这道菜最有名的都是香菜馆 而且他们还是遵循传统所谓的松鼠 就是把它上面画了纵横的刀之后 然后扭成麻花状 炸过之后扭成麻花状 像是个松鼠有点松鼠的样子 这是标准的做法 早年台湾的松鼠黄鱼还有这个味道 现在那些香菜馆都收了 也就吃不到了 那其实得月楼 得月楼做的松鼠桂鱼也很有名 当年威尼斯的市长来大陆访问 结果从南到北 有松鹤楼的大师傅顾应跟想 你从北到南 你不晓得吃了多少美味 我总要让你吃点别的 除了指定的松鼠桂鱼以外 他就做的全部都是苏州的一些地方菜 结果那威尼斯市长吃了以后大为满意 他说他没想到中国菜可以到这么好吃的地步 我吃过的松鼠桂鱼最开心 也做得最道地的是南京的马祥新饭馆 如果各位有机会去南京的话 那马祥新有四大名菜 第一个是松鼠桂鱼 第二个是美人干 第三个是那个 第三个是特地做给白虫喜吃的烧麦 因为我们现在是叫烧麦 可是古名叫烧梅 像树梢上的梅花烧梅 所以那个淡烧梅是做给白虫喜吃的 那个白虫喜就是白兴勇的爸爸 然后另外一道菜就是凤尾虾 那个把虾的尾巴卷曲起来后 像个凤凰的尾巴一样 这是马祥新的四大名菜 我去了马祥新吃到了松鼠桂鱼 只可惜那天美人干没吃到 有点可惜 美人干我们上次在讲 上次讲的时候有提到 美人干其实就是压了仪仗 用压了仪仗来做的美人干 那是汪精卫的最爱 那我们现在除了 这个就比较接近松鼠鱼 但还是做工太多 这是北京无名居的松鼠桂鱼 这个是山东江南小镇的松鼠桂鱼 可是这个一看他的嘴就 他不是用真正的桂鱼做的 只是存其名而已 那我们现在要吃到 这个就真的很不寻常 叫臭桂鱼 因为它是发酵让它臭 而且这个臭桂鱼汁 非常的细嫩可口 闻起来臭 吃起来香 我有一次到合肥去演讲的时候 他们就安排我去 我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吃了他的臭桂鱼 那个饭店 那个王健林曾经去吃过 王健林对他赞誉有加 但是他的臭桂鱼真的是很棒 还有他的板刀肉 板刀肉就是切 就是肉腌了以后 再把它蒸过 哇 那个肉真是香啊 看起来肥啊 入口香美难言啊 我太太吃了两块 还想再吃 她说剩下半块再给我吃怎么样 我当然欣然接受啊 我吃了快五块 我那个 有一位老兄叫张北和 我以前也提到过 他已经过世了 他是有名的旗袍 也是怪厨 他曾经做 给我和陆耀东教授 吃这个他发明的臭桂二座 他用的不是桂鱼 因为台湾找不到桂鱼 那时候找不到 现在我就不敢讲了 然后其实他就用 蚝蚝蚝啊 来代替 然后加上台中 珪彭昌行的臭豆腐 啊 然后把它这样一弄啊 那个是 臭香四溢 非常特别 大家有没有吃过 捆嗓行的臭豆腐啊 臭豆腐乳 哎 真的该试试啊 那个 虽然臭不可言啊 但是越吃越愛吃 然后我在安徽吃那一次演讲前 先吃臭鲑鱼又喝了他的累子酒 那是一种米香型的酒 非常的搭 难怪我那天演讲起来 意气飞扬 欲罢不能 可见吃点好东西人才精力无穷 这就是臭鲑鱼的原貌 嘴巴是尖的 刚才那个山东的 显然就不是臭鲑鱼 显然就不是鲑鱼 而且你看他的尾巴 就很像老鼠般的 像老鼠般的 可惜安徽我就只去过那么一次 他们说安徽做得好的臭鲑鱼很多 安徽最有名的就是山臭 一个臭鲑鱼 一个臭那个臭豆腐 臭豆腐的发源地就在安徽 只是他们通常是用炸的 我们上一次吃了很 学期结束后在熔融园吃了两次 这一次还是比照办理 因为这一次 这次上到的课里面还 很多熔融园都有的好菜 第三是那个县菜梗 我们在台湾吃的县菜 都是黏着它的筋一起吃 筋很嫩的 可是为什么叫做县菜 那个下面是一个键 因为在大陆是只吃叶子 不吃梗的 所以它的会长得像甘蔗一样高 就是在黄土高原 老早就可以看到 黄淮平原 老远就看到 所以下面才会用个建制 就是县菜梗 那我们现在在台湾吃的臭豆腐 如果是真正要发酵好的 还是要用县菜梗来做 而熔融园的就是 熔融园的大家都吃过嘛 一个清蒸的 一个红烧的 每一次它都会剩我两盘 以后也炉热 你就逼照办理 那现在那个桂鱼用插烤的 哇 南京有三大插烤 第一个是插烧桂鱼 第二个是插烤烧肉 我们上次讲烧肉的时候有提到 它是用烧肉 第三个是烤鸭 它的烤鸭是插烤的 不是北京的明炉或暗炉 它的烤鸭味道 味道我是觉得 因为南京的鸭远非北方能比啊 有一句俗话叫精灵鸭鸭 鸭转甲天下 就是全南京的鸭 它的好的原因是从潮湖那边 沿路赶到南京 在中间只要育有水草醋 就是让它们尽情吃喝 又大又肥又有运动啊 所以那个肉是比起甜鸭 另有特色 然后它这个在插烤柜的时候 它会在上面用网油包裹 然后涂上蛋黄 把蛋黄涂在上面 所以它看起来是色泽金炸完之后 它是色泽金黄肉嫩味鲜 我在南京吃这一道是在那个精灵饭店 我特地要求做的 那个师傅还蛮配合的 我那时候在大陆已经出了十本简体字书 他也读过几本 所以略... 有一道菜他倒是不敢不从 因为那道菜他做了一个下午 我们等到讲到佳人的时候 我们再提那道菜 这就是臭烤... 就是那个插烤桂鱼的形状 其实... 苏州最有名的就是 在五月春秋裡面有提到 就是... 要赤磚珠啊 那时候的吴王啊 磚珠 要赤公子光啊 磚珠 刺客磚珠 就是把鱼藏在肚子裡面 他用太湖的白鱼烤了以后 他为了学这个白鱼...烤白鱼 在那里学了三个月 才得到真传 尽献给公子光的时候 公子光呢... 哇...一闻这个鱼 果然是烤得好啊 就像他平常最喜欢吃的 就... 那部房间... 磚珠就把... 箭拿出来 就刺死公子光 我现在就很好奇 公子光的... 把那个... 那个... 鑽珠的手啊 是不是有念过啊 烤得那么烫的... 箭能够马上抽出来 把公子光给刺死啊 公子光就是王寮啊 那...像苏州还有智瑜 他们是加盐酒掠菸之後 然后再取... 笋... 香菇... 猪肉... 葱白... 把它... 剁... 剁了... 做馅... 塞到鱼腹裡面 再用猪网油整个包起來去烤 做工很复杂 那... 鱼... 鱼... 是不是专鱼... 的那种鱼... 就不知道了 但是它会很香 因为它先把麻油... 擦在那个... 鐵板上面 所以边烤边香 可能... 可能王寮就是公子光呢 疏于防备就是被... 香气... 大大的吸引啊 而且它又用... 要用那个... 燒过的... 木炭去烤 所以才会更香 那... 鱼當然也可以清蒸啊 啊... 也可以... 也... 它的... 那個... 在江南地區... 清蒸... 都... 通常會用三樣東西 一個是... 一個所謂... 那不是活筍... 我抱歉... 是冬筍... 火腿... 雪菜... 也一起去蒸... 那另外一個方式呢... 是把它做成麒麟狀 就把它... 那個... 魚的上面横切... 插一片冬筍... 一片火腿...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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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是雪菜... 看起來就很漂亮啊... 這叫... 這叫... 麒麟針... 然後... 照... 路文夫... 我們以前講過啊... 嗯... 路文夫... 就是... 號稱路蘇州啊... 他是專門寫... 蘇州的人文跟飲食著名的... 我們現在所說的美食家... 就是... 路文夫的中篇小說... 那本書... 四萬多字... 真的很精彩... 很值得大家看看... 叫美食家... 我們現在... 之所以叫... 有美食家這個名稱... 就是因為他那個... 那篇... 那個... 中篇小說的名字叫美食家... 翻譯了... 四... 四十多國翻譯... 然後光是法國就出了... 四十八版了... 那是一部很重要的... 有關於中國的美... 隱石小說... 那這個... 現在所看到的... 四油... 四油桂魚... 啊... 這... 這種做法... 就是... 我在... 香港吃的... 有一次... 跟... 有一次我跟王軒一碰到菜欄... 就問他說... 哎呀... 你那個香港到底有什麼好吃的順德菜... 介紹一下... 介紹我們到中環一家去吃... 剛好... 就是... 四油桂魚... 跟畫面上... 很類似... 啊... 但是覺得... 覺得沒有馬翔心的精彩... 啊... 那現在這個鞭魚... 鞭魚... 也就是所謂的... 仿魚啊... 在詩經裡面有一句就是... 《啟騎十魚碧河之紡》... 表示... 這紡... 表示這個魚... 在黃河裡面... 是很重要的一個魚... 這扁魚有兩種... 一個是團頭... 就是它的頭比較圓的... 一個是縮緊... 所以... 向後說的... 這... 武昌魚... 大家應該讀過毛澤東最有名的一首詩... 就是... 才飲長沙水... 又死武昌魚... 指的就是... 團頭坊... 因為這團頭坊... 祖產在湖北的梁子湖... 而且這個... 這鞭魚只是個總稱啊... 它有大概也有... 四五種...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 吃過的... 縮... 縮頭鞭... 這鞭魚早年台灣也很少... 但是我有一次... 一口氣出四位... 那是... 那個導演... 李剛... 就是李安的弟弟... 住在松山機場旁邊... 有一次張北... 有一次... 張北和說要請我跟... 陸教授吃飯... 什麼地方最適合... 他從台中坐飛機上來... 我說最簡單... 就李剛家... 結果... 就帶了十尾上來... 有清蒸... 有紅燒... 就在他家廚房做... 另外他還帶了他的... 他的那個... 那個... 就王品... 現在王品最有名的... 叫牛... 牛什麼排... 牛小排... 其實王品做的真不好吃啊... 哈哈哈哈... 那個... 王品... 也... 去... 歐美廚房... 分批去學啊... 但是... 學不到那個味道... 因為... 太費工了... 而不是他所能夠做的... 那個... 那個王... 那個... 歐美廚房的那個... 趙師傅... 現在已經回山東領域了... 早年他做的... 德國主角... 是... 張學良... 蔣偉國... 跟學企的最愛啊... 現在... 都吃不到了... 還看到王品的... 一圖存其形啊... 哈哈... 味道是真的... 落差不小... 那... 如果是要縮頭鞭的話... 有兩個名菜... 一個是... 以他的形狀... 把他的... 肉... 起出來... 做成... 像繡球一樣的... 那個... 魚球... 所以叫做... 繡球縮頭鞭... 以他的形狀... 那如果以他的滋味來說... 有... 觸... 觸膠... 是... 流行於北方的一種做法... 就是用... 觸跟... 黑服... 黑服... 交例... 來... 和燒的一種滋味... 那... 這個... 嗯... 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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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的回憶... 雖然菜燒的不怎麼樣... 呵呵... 但這個情境很難忘啊... 就是... 湖北... 武昌宇的做法... 啊... 這個... 大家就... 呃... 看看... 啊... 蛤... 對... 有點麒麟法... 但是... 他的做法... 裡面就... 可能就是... 香菇啊... 還有... 還有... 跟一些菜... 哦... 這是... 湖北的... 清蒸... 武昌魚... 他這就是... 有一點... 用... 炒魚片的方式... 這... 武昌魚的幾個形式... 讓大家參考... 可惜這種魚... 台灣也沒有... 今天... 講了半個小時... 鮭魚跟... 武昌魚... 台灣都沒有... 所以... 現在開始講台灣有的... 這應該大家都... 吃過吧... 那個... 泰福... 泰福有三百... 第一個就是... 白魚... 第二個... 白蝦... 第三個... 鷹魚... 泰福三百... 那... 其實這種... 白魚是... 是... 屬於... 鯉魚的... 鯉... 鯉魚博蜀的... 魚的總稱... 它又叫... 白絲魚... 這就是... 白魚長的樣子... 可是... 也... 不一定... 全部都是... 因為... 它有... 三十幾種... 不一定... 台灣有的... 不是這一種... 它這個魚... 因為... 老總統... 特別喜歡吃... 所以... 又叫總統魚... 而且... 它的... 中間... 它的... 腰身... 還不錯... 所以... 又叫... 趨腰魚... 這條頂集是... 一本... 清朝很重要的書... 我這樣講會不會太快... 還好我的話... 語數比較慢... 那個... 條頂集是... 清朝一個... 清朝... 揚州一個... 延商... 它家裡面... 的一本... 飲食紀錄集啊... 很像隨緣石丹... 但是比隨緣石丹... 還要廣... 還要多... 記在... 記在更詳細... 它裡面提到... 白魚的時候... 它就說... 這... 蒸白魚啊... 肉最細啊... 而且是跟... 一樣東西配合... 更美不可言啊... 那就是... 糟過的十魚... 兩個要一起蒸... 那味道更棒啊... 那是... 條頂集... 這麼講的... 十魚... 另外的... 今天還會講的一種魚... 還刺最多的... 然後... 在我們在台灣吃... 總統魚... 通常都是... 清蒸... 煮薑絲湯... 或者是... 紅燒... 有時候... 加點... 豆瓣醬... 一起燒... 這都是... 小的魚... 都是... 一直... 精靶種啊... 但是我吃到這樣... 最好吃的... 是在杭州... 是在杭州... 遊玩西服之後... 吃的一次清蒸... 它清蒸是用... 梅干菜清蒸... 非常好... 那一次... 那個... 上海有一個... 很有名的... 飲食... 飲食界一位人物... 叫沈洪飛... 他就跟我說... 哎呀... 你... 朱老師... 你去杭州的話... 我幫你... 樓外樓... 訂一... 訂一席... 好好吃吃... 結果... 跟李昂跑過去... 他在... 他打電話... 跟我說... 哎呀... 客滿了... 客滿... 因為他要幫... 他是說... 就是... 平... 就是平蘭... 看湖的... 那個... 那個包廂... 訂不到... 那我就說... 那還有沒有什麼... 地方可以吃啊... 他就說... 到厚西服旁邊的巷弄裡面... 有一個... 有家小館子不錯... 我們那一天... 那一次去的是... 鳳老闆... 就... 上海小館的鳳老闆開車... 結果... 鳳老闆... 一上去以後... 說... 你們有沒有鹹肉... 然後... 自己有煙... 他說... 他就... 拿一百塊人民幣給他... 說... 哎呀... 注意啊... 我們上菜需要什麼... 那個小姑娘就說... 我知道... 少油... 少鹽... 哈哈... 然後... 那... 那你就... 好好... 吩咐廚房好好做... 那... 我吃過最棒的... 白魚... 是當成煮魚飯... 大家都... 去... 潮州有一樣東西... 就是把海鮮... 當飯吃... 叫做魚飯... 我在操作一個... 瓷器行... 就是瓷器公司的頂樓... 剛好... 那天弄到... 一尾舊... 金多種的白魚啊... 你看... 我們在台灣... 吃的都是... 唉... 有成長空間的... 唉... 他那個... 又大又肥... 哇... 切四段... 呃... 好吃到不行... 而且他還找人來... 當場做魚生啊... 就是魚生就做生魚片... 現場片... 片完了魚生... 放在那個竹簍子上... 也很美觀... 那再刮下來一片片吃... 真的很棒的回憶啊... 我以... 希望明年疫情結束... 我要去倡游大江南北了... 想想也真不好意思啊... 這... 這兩年多來... 因為沒地方去... 只好來跟各位相見啦... 不然的話... 我一年都要去大陸好幾次啊... 呃... 我一個徒弟跟我講... 說不定下一次... 下次有機會... 我一個徒弟他是在... 從前是潮州... 韓上樓... 潮州最大的一個酒家... 韓上樓的... 的那個... 副總經理兼出塞總監... 他現在又跑到汕頭去當... 最老... 最有名的那一家酒樓去當... 總經理... 他就跟我說... 哎呀... 老師你來... 我們要... 啊... 顧個搖... 搖... 搖滷船啊... 暢游於寒江之上啊... 啊... 然後... 就...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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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死啊... 如果能夠撈到... 六七兩以上的白魚... 我們就做魚飯... 晚上下酒... 啊... 這真是令我嚮往啊... 希望以後有機會啊... 因為我本來... 旅讀希望我... 以後也帶船去... 上海跟潮汕... 吃一些完全不同的... 啊... 那希望... 找日如願啊... 前年的時候... 我... 真的是很開心啊... 因為... 已經安排好了... 那我專程去揚州... 四川的綿陽... 成都... 然後... 那個... 廣州... 汕頭... 潮汕... 都安排好了... 結果... 疫情來了... 就... 熬到現在啊... 辛苦啊... 不過也... 也因此而有機會跟大家相聚啊... 那我也吃過很好吃的麒麟白魚... 啊... 也就是中間... 火腿香菇... 那個... 火腿香菇... 這樣子... 筍子... 這樣子隔開... 那也是拜日... 日月壇... 去年沒水啊... 見底啊... 才撈到... 六斤多的白魚啊... 結果... 後來賣... 就是... 向原住民買來之後... 我才有機會吃到... 重溫舊夢... 吃到一尾這麼大... 結果... 那尾白魚... 太晚上了... 就只... 吃... 吃邊邊幾塊... 後來說... 哎呀... 這個... 有個人... 很喜歡吃這個... 好好好... 就打包你帶回去啊... 結果晚上就是... 太公的... 這... 太公的... 桌上的美味啊... 就是... 劉泰英... 這個... 石家飯店... 我是因為看了... 陸教授寫了... 一篇文章... 再見石家... 所以我特地要到目讀... 蘇州目讀... 去找石家飯店... 啊... 那個... 陸老師... 在那個... 文章裡面... 他說他... 喜歡吃那個... 蝦仁... 白蝦、蝦仁... 一路上吃了... 二十幾盤... 二十幾... 十幾家... 二十幾盤... 只有吃到石家飯店... 啊... 才... 那個... 蝦仁才好啊... 他也叫了... 他也對內的那個... 紅燒肉... 哇... 很難忘啊... 因為我都點了... 還... 再見石家最... 最重要的是... 巴肺堂... 因為... 俞佑任... 的詩裡面寫錯了... 從此變成... 天下的名店... 名菜... 就是... 嗯... 其實他是... 班語的乾... 那個... 俞佑任... 北方人聽不懂方言... 把班語... 把它寫成... 巴語... 就是一個... 魚在一個... 夏里巴人的... 巴... 啊... 然後... 那個... 魚的乾... 很像... 肺的形狀... 所以... 他把... 才把... 他... 才把... 寫成... 巴肺堂... 其實是... 魚乾... 啊... 大家看到... 這一尾... 青針白魚... 看起來... 很棒吧... 這一... 將近... 五斤啊... 我... 我... 徒... 這是我徒弟做的... 特地傳給我... 掉我胃口... 我在... 上海有... 三個徒弟... 這是... 第三個徒弟... 他姓... 喬... 喬家大運的喬... 他是... 上市公司老闆... 為了... 讓他爸爸... 七十歲生日... 很風光... 於是... 就把... 上海... 一百三十二年的... 喬家在師父... 把他買下來... 就是... 讓他爸爸去撿採... 啊... 也問我... 我那時候也在上海... 啊... 剛好中午... 有人請吃飯... 啊... 我就沒有去... 恭逢其聖... 他很會燒菜... 他自己還... 從前還有一個頻道... 叫做... 總裁上菜... 啊... 因為他是... 集... 集... 集團的總裁嘛... 所以... 也就叫得... 理所當然... 啊... 他對吃東西... 他的文筆很好... 對... 對那個... 吃喝也很有一套...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在上海怎麼樣收... 第二個跟第三個徒弟的視頻... 啊... 再發給各位看一看... 啊... 我的二... 叫朱俊... 他是... 上海... 那個... 上海... 上海... 蘇... 蘇浙會... 有聽過這個餐廳嗎? 蘇浙會... 總共將近30家... 他是... 蘇浙會的副總裁... 兼出菜總監... 而且他還是... 還是那個... 新航... 新加坡航空頭等艙的菜... 都是他配的... 啊... 在大陸... 那個... 位列十大名廚之次啊... 第二名啊... 他... 現在開的餐廳叫石魯啊... 在... 在大陸... 雖然才開四年... 可是他的那個評價非常之高... 以後有機會... 在旅讀的時候... 也舉辦一團... 去上海... 就是吃老吉士啊... 老吉士有聽過嗎? 老吉士的總裁... 天天還跟我通微信啊... 然後... 吃個老吉士啊... 吃個石魯啊... 吃個喬家寨啊... 還有我... 我大徒弟開的... 那個... 深樂石府啊... 在黃埔江邊... 很高檔的... 的那個... 很高檔的私人會所... 希望... 我可以爭取到特優則寇... 對大家去... 吃點特別的... 這個是... 五月一號... 的蔥油白魚啊... 就... 反正白魚可以做各種手法... 但主要要大... 白魚要是大的話... 刺就不見了... 我們吃總統魚... 曲腰魚不是很多次嗎? 只要大鍋五斤... 那個刺就... 輕鬆可以剃出... 那我們現在... 我們常常聽到... 鯉魚啊... 鯉魚應該是... 那個... 大家都... 很了解的一個吧... 鯉魚跳龍門... 就會變化為先啊... 據說他變... 他跳過龍門... 他的尾巴就會燒掉... 登仙... 所以唐朝的時候... 那個... 幾個皇帝... 那個唐宗宗、瑞宗... 唐太宗之後... 高中... 一直到那個... 玄宗、李隆基... 這些... 他們只有一個慣例... 只要... 你... 你... 拜相... 拜相也... 有很多種方式啊... 中蘇門下... 或者是同中蘇門下三品啊... 上蘇賢加這個... 你也可以變成宰相... 所以你只要拜相... 你照例都要... 請... 請皇帝... 請皇帝吃一桌好菜... 那個就叫燒尾宴... 其中有一道燒尾宴... 那是韋巨猿... 當宰相的時候... 請唐宗宗吃的那一頓... 菜單... 因為太精彩了... 被保留下來... 54個菜... 27個點心... 啊... 那真的是... 啊... 請... 聖頭丸不重要... 排場重要啊... 我們現在的星級... 不是都是排場重要嗎... 我們... 那個... 圓梅的隨緣食單裡面... 就是沒有寫黃河鯉魚啊... 沒機會吃到啊...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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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到北方... 是到陝西去做官啊... 而且是做的那個... 首線... 就是... 所謂的首線就是... 跟總督巡撫... 狹狹的那個線... 就等於... 就等於我們的台北市長啊... 而他忙得要死... 根本... 沒機會好好吃... 而且他也... 得罪了總督啊... 所以也不是很得意... 所以他沒吃過好的... 鯉魚... 那有一位老兄吃到了... 那個... 老兄他自稱老饕... 他寫的書叫... 歸田所記... 是很重要的三本筆記... 歸田所記... 還有... 序... 還有二記... 總共三本啊... 那裡面他就說... 那個... 他說圓梅啊... 沒有吃過黃河鯉魚啊... 那這是他很不滿的地方啊... 就是他吃了黃河鯉魚... 如何如何的好... 不過... 我比他... 我比圓梅幸運啊... 黃河鯉魚最好的地方... 是在孟金... 洛陽的孟金... 孟金那裡出了一個大人物... 叫做王朵... 他... 書法家... 他是跟... 王羲之... 王獻之... 合稱三王... 有神筆之稱... 我去了他的... 我去了他的... 那個... 花園... 他的... 花園... 叫擬山園... 印象很深刻... 他的... 這個... 故居啊... 先去... 他的故居... 然後過來就是去... 就是... 應我朋友要求... 一定要去看... 福西池... 福西啊... 因為他是... 他是... 占卜的... 所以他一定要去看... 看了以後... 再去... 再去那個... 漢光武陵啊... 漢光武陵... 劉秀的陵墓... 那個陵墓... 最特別是他有... 六百棵... 古柏樹... 都八百年以上... 有的上千年... 每... 每棵樹上都有編號... 而且最特別是... 全部... 倒向一邊... 全部面朝一邊... 那... 真的是... 很難得的... 祭遇... 出來之後... 就是... 河南... 申請... 事宜的... 羊肉湯... 中午就... 定席在那個... 羊肉湯... 那羊肉湯... 真是好喝啊... 而且他有... 小泉羊席... 十五六道... 羊的各個部分都是... 燒了一個小席... 後來那個... 洛陽市的副秘書長... 知道我... 愛吃啊... 特地在... 找人... 去三十里外... 再去找個... 小泉豬席... 整個... 整桌... 全部通通都是肉啊... 但是最耀眼的是... 梁瑋瑜... 就是... 前兩天... 從那個... 從黃河那裡撈起來... 讓他屠殺的黃河鯉魚... 黃河鯉魚... 最珍貴的黃河鯉魚... 是... 全身是金黃色的... 那其中有一尾是這樣... 就是... 一個是軟溜... 一個糖醋... 所以我那天只是看了... 滿桌的... 都是肉啊... 沒有下筷子醋啊... 我也終於... 有一天像食蟲一樣... 食蟲啊... 很難忘的回憶... 然後接著... 我在洛陽市簡直是吃到... 不知今夕何夕啊... 而且洛陽最令我難忘的是... 我吃了四天... 沒有一道餅相同... 早中晚三餐加在一起... 沒有一道餅相同... 極盡變化之能事啊... 那我們現在... 來看... 早年... 吃鯉魚... 跟吃那個... 青魚、草魚... 最常吃的就是在濟南路... 跟建國南路交會口那一帶啊... 開...開了十幾家... 那屬魚館還在啊... 另外一家叫黃河屬魚館... 可是... 肉都不好吃啊... 那... 早年... 北京... 最有名的兩種魚... 就是... 就叫做... 兩座魚... 所謂的兩座魚... 就是... 它有清雜的... 也有醬汁的... 梁石秋的爸爸... 開過一個館子... 在北京... 非常有名... 叫做厚德福啊... 厚德福在台灣... 最盛的時候開了二十幾家... 現在高雄... 碩國僅存的在高雄... 不小心還在不在... 至少我那時候還記得... 還有個厚德福... 有一次... 梁石秋... 叫了一個他們家的... 拿手名菜... 叫做... 核桃腰... 就那個是... 腰子... 做出來要像... 像那個... 腰果... 而且要有腰果的味... 腰子做出來... 要像核桃的樣子... 而且要有核桃的味道... 所以叫核桃腰... 就那個... 老闆是用... 核桃跟... 跟... 腰子切片... 一塊兒炒啊... 他就忍不住... 就... 請掌櫃來啊... 他說... 你知道我是誰嗎... 然後... 不知道... 他說我叫梁石秋啊... 厚德福是... 我們家在北京開的館子啊... 菜做的都不像... 你也叫我們的店名啊... 所以... 梁石秋就說... 因為... 所有的... 河... 河南有兩樣... 河南菜的兩大特色... 一個是他砸的功夫... 天下第一... 另外一個是... 他做的高湯... 奶湯... 清湯... 也是天下無比... 廣東的... 廣東的湯... 是從... 河南傳到... 大概在清朝末年傳到廣州去的... 只是廣州的湯... 之所以有名是因為兩岸隔絕嘛... 再加上香港的關係... 所以... 大家一提... 香港的老二釀湯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其實都是... 河南的做法... 那個... 河南有... 有... 有... 的雜... 有一樣東西在台灣... 大放異彩... 第一個是鹽酥巡... 鹽酥巡裡面佔的那個... 粉啊... 椒鹽粉啊... 那就是河南的... 必備的戰料... 台灣是先有鹽酥巡... 從澎湖的鹽酥巡... 然後才有鹽酥巡... 因為他去申請了專利... 從此打出名號... 那個... 炸是很難的... 就是... 最...最難的是清炸... 我們現在是... 炸完東西之後都會放在那個... 鐵... 鐵器或者是竹編的上面... 讓它滴油啊... 那就是... 標準的河南做法... 那個... 這個... 這個炸... 就是... 清炸... 除了清炸之外... 還有那個... 果粉炸什麼... 基本上有四種... 清炸是最難的... 它那個魚要上面... 縱橫... 橫切... 讓它都不斷... 而且... 熱油去炸的時候呢... 要整個... 蹦開如花... 它... 植果欠粉... 而且... 顏色只是微黃... 要很漂亮... 所以它另外有個名稱叫... 瓦快魚... 然後... 吃的時候... 灑一點花椒鹽... 還可以吃到一些不錯的... 現在是... 真的全無了... 那另外一種是醬汁的做法... 那個... 這醬汁的做法要那個汁啊... 那個醬汁... 要稠... 但不能黏... 所以要拿捏得很剛好... 而且要鹹而不甜... 吃的時候是薑末... 所以... 我們中國菜... 烤就是... 你每一種做法... 的沾佐料都不一樣... 什麼樣東西才可以... 敬物之性... 讓你的... 這個主菜... 能夠達到最好的地步... 而現在中餐在台灣... 也不太有人講究這些... 希望... 學期後... 帶大家去嘗嘗真正的美味... 因為我敢說... 他是美味... 是因為... 那個大師父... 17歲就在榮榮遠... 除了當兵兩年外... 現在48歲... 他師父... 在他43歲的時候過世... 他從來沒有離開過榮遠... 所以把他的... 兩百多道菜... 才能夠... 全部學泉... 而且學的地道... 我還... 那個... 他們董事長還跟我說... 欸...朱老師... 你要常常點一些... 比較冷門的菜啊... 不然的話... 有機會... 他沒有機會... 長燒也... 也就... 慢慢就旺啦... 就... 手感沒那麼好... 所以... 呃... 當然... 我... 我當初把榮榮遠寫紅的時候... 是在經濟日報寫了... 三分之一版... 呃... 那時候... 老闆娘叫小山東... 她都還不知道... 她妹妹從新竹打電話來說... 啊... 你們上報啦... 寫好大一篇... 啊... 她才... 她才知道我這... 我已經去吃了四次... 但我都... 蜜兒不宣... 啊... 這是我... 我... 我這件事... 部分都不認識老闆... 啊... 我也沒必要認識啊... 啊... 只要幾個譚德萊的熟的... 他真的有... 有些好菜... 能夠長吃到就好啦... 啊... 我比較... 快意人生... 啊... 那我們現在先到這裡... 啊... 嗯... 我們再繼續...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隨時歡迎... 不是... 不要沒事... 是刺... 刺因為很大... 一下就挑掉了... 那這是... 好早嗎... 還是... 很常見還是很少見... 台灣很少見啊... 台灣只有... 我唯一吃到一次是... 日月潭水乾的時候... 在... 底層的才起出來... 啊... 所以這都是野生的... 沒有... 不是養物的... 對...野生的... 來... 看看吧... 以後... 我們如果有機會去潮散... 那真的是... 這個... 大家都... 我去了... 上次就講到... 我到了... 夢京... 吃了糖醋鯉魚... 跟卵溜鯉魚... 我後來又... 又到了... 河南的... 河南有一家館子... 叫洛伊萱... 那家... 那家老闆... 很有意思... 他知道我要來... 覺得自己的師父手藝還不行啊... 還到鄭州去找了一個大廚... 來特地燒這兩尾魚啊... 所以表示也... 我... 我這是... 官場我就不太習慣啊... 他們... 都是... 都是... 站起來敬酒... 什麼什麼... 實在很煩人啊... 坐一下... 又站... 坐... 來回很多次... 我說... 大家全部都坐著吧... 就... 就... 那個洛伊萱那兩尾也是做得很棒... 我... 晚上回去之後... 我在... 把... 金黃色的黃河鯉魚PO在網上... 讓大家開開眼界... 這是很難得看到的... 畫面... 那如果是豆瓣鯉魚... 這是四川名菜... 應該大家都吃過啊... 這早年很流行的一道菜啊... 但是... 這個... 像熔熔的老闆很講究... 他通常夏天不點河鯉啊... 因為夏天河鯉... 因為容易有土味啊... 這個他也沒辦法掌握啊... 所以... 我們現在剛好秋天上... 這個課... 就可以去那裡吃很多好的... 活魚啊... 那個... 好的河魚啊... 那... 濟南路的... 屬魚館... 跟黃河屬魚館... 大概是目前豆瓣鯉魚... 比較能夠吃得到的地方... 而且吃完之後都會回燒... 會回... 會回燒... 是有一個老熊... 因為老熊... 他很懂得吃... 很會加以變化... 就是吃完之後又加白菜心... 或者是加豆腐回燒... 就是他的創舉... 沒想到現在在我們台灣發揚光大... 但是... 我在新店還吃了一家... 他... 車輔... 車輔... 那個... 它裡面是... 它的回燒是鴨血跟豆腐... 這也... 很新奇啊... 我也吃過一次這樣的... 在新店中華路... 叫楊子江... 楊子江它有這一道菜... 但是要... 特別要求... 我... 我跟那家不熟... 但是... 調查局的總務科科長去要求... 一定可以... 調局就在中華路上啊... 他們常去那裡吃飯啊... 那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那個... 糖醋卵溜鯉魚... 的培面... 它上面的培面是銀絲面... 為什麼叫銀絲面... 你拉... 拉麵的時候你是兩手反扣啊... 通常是到... 那個... 正常的... 我們是三扣四扣... 四扣的時候已經算很好了... 四扣所吃的麵... 叫做... 一瓦絲... 能夠拉到九扣以上... 就叫龍絲面... 它就是拉得很細緻... 有一次... 余佑潤的朋友... 請他吃... 吃那個... 拉麵... 他欣然附會啊... 結果... 一拉... 拉到九扣啊... 出來銀絲面... 那... 余佑潤吃了兩口說... 有沒有再粗一點啊... 他就... 他就... 再拉了... 四扣... 五扣... 變成那個... 一窩絲... 他又說... 還有沒有再粗一點啊... 就那大師傅很生氣啊... 他說... 我... 費了那麼大的勁... 拉出來你又不滿意啊... 那個... 這種拉法... 也不需要我來拉... 現在可以吃到豆瓣鯉魚... 但是他已經把豆腐直接放上去了... 小胃川菜... 小胃川菜我... 三十幾年吃覺得還不錯啊... 現在越來... 只能... 我... 我對他只能講四個字啊... 鬆溝舞爛啦... 呵呵呵呵... 老菜... 但是... 老也不老啊... 做得也不到位啊... 啊... 這是中南飯館的豆瓣鯉魚啊... 這個就啊... 合... 合菜吃吃啊... 談不上精緻啊... 啊... 現在要講的這個... 刺鯉魚是所有鯉魚裡面... 請說... 老師那個... 可以啊... 剛講那個黃蛇金色鯉魚... 那是金鯉的一種嗎... 不是... 他就是本身就金黃色... 我有機會吃到一尾鯉魚... 是因為我十八歲的時候... 住在... 台北一個教會裡面... 那教會的祠堂裡面... 就養了好幾尾鯉魚... 那... 那個... 那個... 我同學的父親就是... 就是... 看守那個教會啊... 等於是... 晚上的住持啊... 然後每天會來達佛... 有個賣臭豆腐的汪... 汪叔叔... 那汪叔叔做... 湖北人做一手好菜... 結果他就每天晚上收工後... 就來燒幾個菜啊... 有一天... 因為錦鯉壽終正寢啊... 就變成我們晚上的盤中孫啊... 還挺不錯的... 可能... 可以吃啊... 可以吃啊... 為什麼不能吃啊... 不要被顏色... 誤... 誤判啊... 那錦鯉他是自然吃完的... 那怎麼知道是... 還能吃還是... 不是啊... 就活... 就浮上來了嘛... 浮上... 對啊... 那東西總是秤新鮮嘛... 除非... 除非你想要做臭桂魚啊... 這刺鯉魚是所有的鯉魚裡面最小的... 最高的... 他在泰山... 七八百公尺左右的溪溝裡面才會有的... 這雲潤到什麼地步... 實在很難想像... 因為他... 夏天的時候... 你把它放在石板上... 他會... 夏天... 大太陽... 放石板上... 他只剩下頭跟骨頭啊... 頭跟他的骨頭... 骨刺啊... 肉全部都化了... 都... 飽... 飽... 飽含油脂啊... 細... 嫩曬豆腐啊... 比豆腐還細嫩啊... 而且在... 要去他那一帳說要用足... 用足作的刀啊... 用鋼鐵的太粒啊... 能夠... 畫到不該畫到的地方啊... 所以要很... 很細心... 他要用溫油去炸... 而且是要... 乾炸... 炸完之後... 就是蘸那個... 花椒... 蘸花椒粉啊... 也可以用青... 青川啊... 青川的時候... 就用青紅辣椒... 把青紅蘿蔔... 把它切絲... 放在雨的兩側... 真的是很漂亮啊... 這時候要沾浆末跟醋汁來吃... 我有一次... 去山東的... 那個... 去山東的東玉山莊... 那是... 山東省政府招待了... 去的... 還有... 還有李昂... 結果... 結果我們... 兩個人當天吃的... 刺鱗魚很小啊... 吃不出什麼滋味... 後來李昂跑去跟廚房說... 第二天... 他... 他問要多少錢啊... 他說一尾一百塊... 那個... 大的... 一尾一百塊... 結果李昂馬上就定了四尾... 一尾青川... 一尾干渣... 結果第二天... 吃完中飯之後... 我們兩個人開小照... 我們兩個人吃得沒花眼笑... 開心得不得了... 結果同團人知道後... 每個人都餓碗不已啊... 因為所費也不算太高... 但是... 吃到... 李白杜甫斯裡面都提到的... 赤鱗魚... 這魚... 很不簡單...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大哥... 我們西魚那種苦花... 接近嗎... 還是... 長相接近... 那口感... 我就說... 它比豆腐還細嫩... 它比較像那個... 它比較像那個... 龍頭靠... 就是一種九度魚啊... 香港叫... 香港... 叫做什麼... 那... 浙江叫龍頭靠... 龍龍源... 有時候有賣... 大安九號有時候也有... 但不是常有... 因為它有季節... 而且還... 而且... 哦... 香港叫... 九... 九... 九吐魚啊... 也叫九度魚... 那也是... 弄滑到不行啊... 去香港要品品看... 不... 其實台灣就這兩家... 偶爾也有啦... 你就看機遇... 龍龍源的小黃魚也是一絕啊... 龍龍源很多很特別的... 但是要熟門熟路才點得到... 比方說... 嘖... 它的... 充烤鯨魚... 全... 全台北... 應該說全台... 除了它以外... 沒有一家吃... 現燒的... 啊... 因為大家吃的全部都是... 燒完之後... 放冰箱冷凍過的... 那味道差很多... 這次靈約... 有機會一定要嘗嘗... 那真的是... 是要入口折銷啊... 跟冰淇淋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要吃的是奶湯鍋子魚... 這一道菜... 也是用鯉魚做的... 我們剛剛談到的燒尾宴裡面... 其中有一道菜... 叫做努釀魚啊... 這努釀魚大家都在... 猜測... 它這努是植物的... 還是動物的... 是豆漿呢... 還是牛奶... 羊奶... 結果... 如果按照註解來看... 應該是... 是用牛奶... 那個慈禧太后攜手的時候... 逃到... 逃到西安... 那... 皇宮裡面的伙食也要有人打理啊... 這時候剛好又出了一個... 散菜一代宗師... 李琴熙... 那時候... 二十歲出頭... 他就... 負責... 做飯給... 供應池... 整個宮廷的需求啊... 就慈禧太后... 對他的菜很滿意... 還寫了... 親手寫了... 富貴平安四個字... 賞賜給他... 這... 對一個廚師來說... 這是莫大的龍蟲啊... 後來... 西安... 飯店... 他為了... 為了觀光的需要... 大陸出現了兩個菜... 一個是... 訪隨堂的... 訪堂菜... 以西安為中心... 一個是... 訪... 南北宋的菜... 以杭州為中心... 就造成了訪菜... 可是訪菜... 我也吃了一些... 統統都是... 不是原汁原貌... 都加了很多富貴氣象... 所謂富貴氣象... 就是用我們金人去... 詮釋啊... 會加... 很多不必要的啊... 火腿啦... 什麼什麼... 一些有的沒的... 其實... 唐朝的時候... 還沒有... 還沒火腿啦... 就西安飯店... 他用奶湯... 所謂的... 我們剛剛提到... 河南的湯... 最重要就是清湯... 湯清爐水的清湯... 一個就是... 像... 那個... 弩白色的奶湯... 然後... 他用奶湯... 把火腿片... 玉蘭片... 大家應該知道... 玉蘭片是什麼吧... 什麼片... 也是一種筍片... 然後... 再... 香菇片... 一起燒... 鯉魚... 然後下面放個... 酒精爐... 邊... 邊滾邊吃... 這很像... 我們現代的吃法... 結果... 後來... 請兒... 老舍... 跟戈壁州... 寄個... 去... 吃這道菜... 結果... 戈壁州... 還特地... 寫了一篇食魚祭... 食魚啊... 食魚啊... 食魚祭... 稱它為... 西勤第一美味啊... 我也在台灣吃過兩次... 大概... 圖存其名啊... 不過有一次... 吉品宣的老闆... 用牛奶... 燒鯉魚給我吃... 那就用... 努釀魚的... 味... 風味啦... 我還有一次... 有一次他說... 欸... 這道菜你一定沒吃過... 就他的努釀魚裡面... 改用豆漿... 哇... 吃出來也是別有風味啊... 所以... 還是... 古人比較有奇想啊... 現在人都... 比較... 受限於那個... 比較有時代感啊... 那江西最有名的就是... 荷... 荷包鯉魚... 荷包鯉魚... 最有名的是江西跟廣東... 廣東... 趙慶... 文... 文... 文基里... 啊... 趙慶... 有兩位名人待過... 一個是他的出生地... 一個是他當官... 在那裡... 出生地的... 那是六祖慧能... 禪宗六祖慧能... 那在那裡當官的... 就是... 包青天啊... 那個... 包鯉... 當過... 當過端州太守... 趙慶就是端州... 遺產端豔文明啊... 然後因為... 包鯉離開端州的時候... 每一任... 太守... 走的時候都會... 挖很多那個... 宴台啊... 好去送達官貴人... 平常也要列為共品啊... 但是... 那個... 包鯉... 四不取... 一宴而北歸... 結果老百姓懷念他... 就出了一樣很有名的食品... 就是現在... 趙慶的果真重啊... 因為怕... 包枕在路上沒東西吃啊... 包了很大的粽子... 讓他... 可以邊走邊吃... 所以... 只要對人好啊... 尤其是老百姓好... 總是大家不會忘你的恩德啊... 這個山東的鯉魚... 就是最重紅燒... 而且是... 山東有一樣東西... 黃燜... 黃燜啊... 我們... 就是... 燜東西... 有... 紅燜... 有... 有黃燜... 山東最著名的是黃燜... 他的... 他的那個... 黃燜雞啊... 我吃了一次黃燜的東西... 到現在還念念不忘啊... 黃燜田薯啊... 張北河做的... 那個薯肉本來就是活肉啊... 還會斷一斷一的... 然後再用黃燜啊... 美不可言啊... 那現在我們要吃... 鯉魚... 跟雍魚啊... 其實鯉魚... 我們常常說的... 有黑年... 白年... 花年... 其實... 所謂的花年... 就是... 雍魚... 雍魚的頭... 特別大... 而且... 它... 特別大... 現在可以養到... 一個頭... 佔身體... 三分之一... 看起來... 像先鋒稻骨... 所以又叫... 仙人魚啊... 這... 這... 雍魚... 真的是... 美味啊... 我們在... 江南跟... 嶺南都有所謂... 四大家魚... 就是... 養這個魚... 最適合... 營收的魚... 就... 青魚... 草魚... 年魚... 雍魚... 這是江南... 那... 嶺南... 就把... 草魚... 改成... 鶺魚... 我們又不是有... 鶺魚球啊... 什麼... 鶺魚啊... 嶺南就把它改成... 嶺南的四大家魚... 沒有草魚... 是鶺魚... 那這道菜... 大家一定常吃啦... 砂鍋魚頭豆腐... 這個是... 乾隆有一次在杭州... 鶺魚啊... 那... 躲魚的時候... 沒東西吃... 後來... 餐廳老闆... 他只剩下... 半片... 連魚頭跟豆腐... 還有青蔥... 就... 皇帝肚子餓啊... 總要想辦法... 於是他就把那個... 魚頭稍微煎了一下... 加豆腐... 噴薑... 薑水... 沖... 然後用酒去滾一下... 又出來那個... 湯舍... 半紅起桌... 這就是... 所謂的魚頭豆腐... 因為他的頭特別肥美... 那...顯然他用的魚... 就是用雍魚... 花年... 而這道菜早年做得最好... 這四五六菜館... 有吃過這家嗎... 在中心... 中山醫院旁邊... 早年他的上海菜真是一絕啊... 他是從澳門的四五六... 上海菜館... 血液回來在台灣開的... 真的是... 我... 那時候常常跟... 林忠雄學起啊... 幾個經濟界的大佬吃飯... 林忠雄... 那對我... 還算不錯... 他說... 哎呀...只有跟你吃... 才吃得到... 好東西啊... 我們最常去的就是... 四五六... 上海菜館... 那現在能夠... 把這一道菜燒到極致的... 這三分熟器... 而且這道菜是要事先訂... 你... 不預訂吃不到... 最... 最特別啊... 我因為... 臨時找不到照片... 等做完之後才找到照片... 我再PO到網上... 讓大家看看... 他的砂鍋魚頭豆腐... 看不到魚頭... 上來的時候... 那個魚頭先用大白菜全部包好... 而且他不用豆腐... 用豆皮... 還會把筋軟肉... 一起滾... 冬筍... 我們現在想到... 金... 金月姑姑... 這兩夾粗啊... 這道菜他真是做得好... 而且他有要求啊... 他一定要秋天之後... 那個... 黏魚頭... 夠肥美... 他才... 他才有供應這個... 嗯... 砂鍋魚頭... 看不到... 看不到魚頭... 這不容易吧... 而... 屬於管的砂鍋魚頭...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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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這般啦... 這是千島福的... 的那個... 砂鍋魚頭... 我路過幾次都沒進去玩啊... 因為他是硝山機場到... 到渠州的必經之路啊... 久聞其名... 沒有去... 但是我... 雖然沒有在千島福吃過... 上海有一個很有名的地方叫... 滴水湖... 不知道大家有聽過嗎... 滴水湖... 所以... 我跟日樂壇一樣... 完全是... 人工湖... 上海的... 四個水... 大部分都從那裡來的... 就在他的... 湖伴... 吃過... 殺過魚頭... 還不錯啦... 但是... 精彩的是... 去德行館... 去德行館... 那個... 青針大泥泥魚頭... 是早年... 永福樓的招牌... 我喜歡吃他的... 青針大泥魚頭... 一定準備這個... 那現在的那個... 師父阿秀... 現在到榮農園去當... 本來是二爐... 現在是頭爐啦... 我現在... 到榮農園... 所以說榮農園除他原來的... 大師父阿浩以外... 現在把永福樓的阿浩也拉過去啊... 所以... 我... 再請... 再跟那個... 向董情商一下... 看能不能請阿秀... 再... 掃他的... 青針大泥魚頭... 呃... 確實是... 有一套... 另外一個... 拆繪泥魚頭... 大概台灣就... 不會有人做啦... 這是一個... 鎮江名菜... 大概是... 清朝的時候... 有個... 鎮江的... 土地主... 請... 賓客們吃飯... 跟他的... 請那個... 莊戶吃飯... 他就跟廚房要求... 一定要做一個... 特別的菜... 於是他就把整個... 鯉魚頭的骨頭全部拆掉... 然後再加冬筍火腿... 然後去熬一個湯... 沒想到滋味絕美... 那就變成揚州名菜... 揚州有三頭燕... 大家還記得嗎...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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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柴火... 柴火腿... 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 那個... 豬頭... 呃... 呃... 這是揚州的三頭燕... 呃... 那... 我吃了兩次都非常好... 那是我二...二徒弟親自做的... 他在蘇澤總會的時候... 我在蘇澤總會吃了三次... 其中有一次他... 做那個... 柴火腿鯉魚頭... 還有一次... 到他現在自己開的餐廳叫石爐... 也做柴火腿鯉魚頭... 他的兜工非常絕美啊... 他甚至可以把黃魚... 大黃魚的... 魚背的肉... 全部都片下來做成獅子頭... 呃... 不燒... 呃... 只讓你看整個粉紅色... 漂亮又... 漂亮... 但我沒吃到... 下次要去AA他一個... 這懷洋菜裡面的... 花燒年魚頭... 顯然沒有親徵的... 看起來楚楚動人啊... 那現在我們常吃青魚... 青魚... 青魚跟草魚很類似... 所以兩個常常可以互帶... 但是青魚比較... 貴重的多... 青魚就螺絲青啊... 因為它是... 以... 水裡面的螺絲為主食... 所以叫螺絲青啊... 那個... 隨時居是... 是... 是... 清朝一個很有名的... 眾醫師叫王世雄... 他所寫的一本書... 那個... 我有一本書... 是... 叫做... 隨緣時丹補證... 他就是用... 隨緣時丹... 再加上王世雄的... 隨時居... 階時居... 階時居... 把它合成一書... 互相參考... 那本書很有意思... 可惜... 絕版啊... 我好不容易... 托人到北京啊... 影印了一本啊... 現在... 都翻到快爛了... 隨緣時丹補證... 隨緣時丹補證... 補證... 補證... 那現在... 我這一生最奇特的事之一... 就是... 那時候... 孤王會談... 在和平飯店... 我還寫了一篇文章... 將近三千字... 裡面就有提到... 和平飯店最有名的菜... 紅燒葡萄... 到現在我還沒吃到啊... 但我吃過類似的... 就是和平飯店... 他把那個... 那個... 青魚的頭... 以... 魚眼為中心... 把它... 修成一個圓形... 看起來像葡萄... 一盤是四個... 我一直想吃啊... 但是... 沒吃到... 後來我在和平飯店... 住了... 八個晚上... 也沒到他飯店裡面吃一頓... 可是你說十四個魚眼... 不是... 魚頭... 把它魚... 魚眼部分的肉... 把它修成一個... 大... 大葡萄狀... 就是魚肉... 對... 天啊... 公啊... 那這樣要用幾條魚... 當然是... 一盤菜用七尾啊... 他一邊吃... 一邊一個... 然後... 另外一道菜... 叫燒白莓... 這個是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那個... 的江蘇菜... 而且它是老正新的名菜... 喔...不... 它是江蘇菜... 但是... 上海把它發揚光大... 它是用魚的眼窩肉... 魚下面的眼窩肉... 這地方非常的... 細啊... 而且它經過特殊處理... 所以... 你跟它口對口呼吸... 打個嗚... 就剛好... 全部精華... 一口入嘴裡面... 我沒有吃過青魚的... 但是我吃過虱目魚的... 那個... 你跟它打個嗚... 唱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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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快入口... 那現在這紅燒下巴... 大家應該都吃過吧... 現在... 很... 現在已經很少... 真正的慢慢去燒... 慢慢的... 用小火慢慢的把它... 嘟到骨頭... 酥爛的... 現在很... 很難得吃到了... 容容遠的... 仿佛淨汁啊... 即使是阿浩自己做... 也只是... 仿佛淨汁... 更多的就是把它燙熟之後... 把... 把薑汁浇在上面... 和一和... 這種紅燒下巴... 不吃也罷... 這紅燒下巴... 要把一刀剖半... 然後輕拍它的刀背... 然後用高湯下去燒... 大火收汁... 然後它的魚骨... 是疏散可食... 這才達到境界... 早年幾家都燒得不錯啦... 榮榮園... 極品宣... 馮紀上海小館... 但是現在... 往事如煙... 也沒有人很震驚在燒這個... 但是我可以請... 請阿浩或阿秀... 好好燒一燒... 希望... 這兩頓有一頓... 可以吃到紅燒下巴...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把... 輕魚又叫鯨魚... 就是把那個... 一個魚字部首的... 這在北方叫鯨魚... 南方叫鯨魚... 在河南開封的... 又一新飯店... 它的尖趴鯨魚頭尾... 燒得特別好... 有一次... 康... 康有為... 大家知道... 康良的康有為... 有一次在杭州看戲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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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台上的一幅對年... 寫得很好... 叫... 舞台小天下... 天下大舞台... 演的片子... 剛好叫做... 光緒痛死啊... 就... 上面演的... 那個演員在演康有為啊... 康有為在下面看戲啊... 這個... 那個... 這也實在是一個... 很特別的佳話啊... 居然看別人演自己啊... 然後他有一次到又一新飯莊... 那個... 玉菜大師黃潤生... 就燒了這道菜給他... 把... 鯨魚的... 頭尾... 合起來... 紅燒... 乾澎給他... 擺盤又漂亮... 哇... 結果... 康有為一詩... 古書肉爛... 香味醇厚... 不能自己... 康有為從來... 不幫人... 在膳子上提字... 因為康有為字很特別... 號稱康體... 他不幫別人寫... 他破例會為黃潤生... 在膳上提了... 五個字... 叫... 海內存之己... 這叫... 大家應該知道是誰的詩吧... 然後... 然後... 用那個漢潮... 五喉經的典故... 寫了... 未澎喉經... 這個... 條幅給飯店老闆... 他吃了以後... 非常的滿意啊... 這個... 頭尾合燒... 這比較少見... 在我們台灣... 一般都是吃下巴... 或者是吃滑水... 吃尾巴... 那... 把青魚下巴... 甩水... 做得有名的是... 上海的... 老鄭新菜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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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 中國歷史上... 很特別的一個飯店... 為仿茂太多... 他做得有名以後... 就開始... 他本來叫做... 鄭新... 鄭新菜館... 然後... 又出現... 蘇州老鄭新... 前後... 將近有一百多個... 最後... 兩個老闆... 無奈... 只好... 這個... 證明為... 同治... 老鄭新... 因為他們是同治年間開的... 證明自己... 歷史... 非常悠久... 老鄭新... 最後開了一家館子... 大家還有印象嗎... 老鄭新在台灣... 也開了很多... 高雄也有啊... 最後一家... 是... 從高雄上來... 開在遠東飯店旁邊... 然後... 那家也收了... 所以... 老鄭新... 現在只剩一家... 在高雄... 那... 青魚最好吃的部分之一... 就是他的肚子... 所以叫做肚當... 哎呀... 我有一次... 平路請我... 去... 那個... 去圓山大飯店吃飯... 為了這... 為了這個肚當啊... 總經理退貨三次... 最後拿出來總經理滿意... 我當然也滿意啊... 但是他不是用來燒肚當... 他是用來燒西湖醋魚... 我就說... 我就... 跟總經理說... 我已經... 多年不知此位已啊... 我跟圓山飯店... 還算有些淵遠啊... 早年... 我... 曾經舉辦過... 爐家菜... 也曾經在... 圓山飯店... 辦過一場... 那... 他的整個... 富魚裡面... 他的富魚裡面... 最好吃的是魚乾... 那個... 上海有一家... 那個... 那個... 銀樓... 叫楊慶河銀樓... 他的... 邵東... 叫楊寶寶... 有一次跑來... 跟那個... 老鄭新講... 說... 哎呀... 這人家都說... 法蘭西的... 鵝肝好吃... 那魚乾這麼肥美... 你能不能也弄到菜啊... 於是... 老鄭新就... 把魚乾... 加了... 蔥姜筍片... 紹興酒跟醬油一起紅燒... 就是... 因為... 魚乾長... 的樣子... 像肺... 所以上海人叫它... 突肺... 突肺... 突... 就... 用... 慢火器... 都的... 魚... 的... 魚乾... 他們叫做... 突肺... 那我... 我所... 我所吃過... 最好吃的... 在... 上海的蔥菜館... 這個老闆李蔥也很有意思... 八十歲了... 偶爾還下廚... 他... 他的突肺... 講究到什麼地步... 我們剛剛提到... 刺鱗魚是用竹刀... 切開他肚子... 他的突肺是切開青魚的肚子... 取出他的肝臟... 再去紅燒... 真是美不可言... 那... 融融園也有供應... 那... 結果... 我也在上海老飯店吃到這道菜... 有一個很特殊的機緣... 就是上海育園餐飲集團... 他下面有十二家餐廳... 包括... 最近才... 吸收的蘇州松客樓... 每一家都是百年老字號... 他們組了一個餐飲考察團... 來台北... 又來到台灣... 剛好請我幫他... 帶他們去... 我理想的店家... 帶他們一個月去吃... 我就帶他們去三分俗氣... 融融園... 逢繼上海小館... 然後都是點一些他們特別的菜... 結果... 在上海小館... 吃他的俘虏肉... 上海小館的俘虏肉的原創是... 是那個... 上海的... 德星館... 結果他的總裁... 吃一口後就... 跟那個德星館的總經理講說... 你看... 這比我們的肉好吧... 結果他們吃融融園的... 突廢... 吃了以後說... 裡面怎麼沒放竹筍... 因為他們的習慣裡面都會放... 放那個...筍片一起燒... 讓他有... 脆跟滑的兩種口感... 融園是沒有... 融園裡面不但有那個... 他的突廢裡面還有他... 還有腸... 除了肝以外還有腸... 但是... 上海人把腸叫捲菜... 如果直接燒場的話... 叫突卷... 因為... 融園... 因為現在... 貨源很有限啊... 所以只能剩下... 突廢跟突卷... 一起燒... 下一次... 我們會吃一次... 大家... 嘗嘗這個異味...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風味... 這個... 看到這個... 青魚甩水... 各位知道這一隻... 青魚多大嗎... 二十幾斤啊... 也是日月潭的時候... 水哭泣... 原住民撈到的... 馬上送到台北... 找一個... 原來... 那個十家飯店... 還記得嗎... 在那個... 不是十家飯店... 原來... 那個... 現在已經收了... 在彭源下面那一家... 地下室的那一家... 不是十元... 是... 那一家... 那家... 還曾經很有名啊... 就是... 就請他原來的大師傅... 特地燒的... 也算很難得的... 雞元... 我沒有吃過這麼肥美的... 這麼大的... 下巴... 的那個... 滑水... 有時候吃東西... 就是雞元... 雞元... 這就是上海... 蔥菜館的突廢... 各位可以看到裡面... 有竹筍還有大蔥... 永遠是... 沒有竹筍也沒大蔥... 現在在講西湖醋魚... 西湖醋魚是一道很老的菜... 隨緣石丹裡面叫醋柔魚... 也... 也稱為醋柔魚... 這道菜最早是... 杭州的... 五柳橘燒的最好... 後來因為太平天國... 的關係... 把飯店給燒掉了... 然後... 就是那個... 隨緣石丹裡面就提到... 用活魚... 他說的活魚是指... 青魚... 切大塊... 油灼汁... 加醬醋... 酒... 噴汁... 湯多為妙... 過來就是... 我在圓山飯店... 平路請吃飯... 的時候就是吃... 西湖醋魚... 而且西湖醋魚... 一般的做法... 像梁石丘的... 亞瑟坦吃... 裡面就提到... 杭州的... 樓外樓... 他們是... 把那個... 魚養在竹樓裡面... 放在湖水中... 然後要吃的時候... 現撈... 現殺... 但是不能... 用的是草魚... 也不能太大... 要一斤多到兩斤之間... 這樣做的西湖醋魚... 可是西湖醋魚是兩吃... 真正的西湖醋魚... 是... 兩種吃法... 而且在吃的時候... 就會先問你...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帶... 你要不要帶刀... 帶... 又叫帶餅... 你要不要帶餅... 所謂的帶刀或帶餅... 就是... 把它切成生魚片... 所以它是... 一邊吃西湖... 一邊吃醋溜魚... 一邊吃... 那個... 那個... 輕魚的... 撒西米... 這是... 真正的... 吃法... 這是... 後來... 覺得... 吃... 河裡面的... 生魚片... 不衛生... 這個... 也就沒有了... 你說... 帶... 帶刀... 帶餅... 就是... 比較加深一點... 對... 帶刀... 帶... 帶刀... 一樣... 迎刀會... 所以西湖詞裡面就說... 魏酸最愛... 迎刀會... 望江南也說... 薄魚... 未先全帶冰... 也就是... 帶餅的意思... 而... 草魚... 魚長不過此... 眾不遇半斤... 略爭... 雞衣滾油... 下魚... 水用芡粉... 酒... 醋... 噴汁集起... 以快為妙... 這是水源石丹的話... 也是我們現在常吃的西湖醋魚... 另外一個西湖醋魚... 就是吃它的... 厚片... 那個要用青魚來做... 味道才好... 然後這個醋... 一定要用浙江的醋... 味酸而不太酸... 原梅最喜歡... 大家都說... 鎮江... 鎮江的醋好... 原梅不這麼認為... 原梅說是... 其味不酸... 失醋之本子... 醋本來就要酸... 結果你是香兒... 香兒不酸... 失去了醋的本子... 而且這西湖醋魚的... 調製很重要... 用這醋的原因是... 它會清清淡淡... 微微透明... 在吃的時候要撒薑末... 你如果做泉魚的時候... 是用蔥斷... 那你如果是... 用中間的魚片的時候... 是用青蔥... 蔥斷... 這是雅都飯店做的... 西湖醋魚... 就是用青魚中段來做... 而這用薑... 也... 只是為了好看... 其實是要用薑末... 水煮魚片... 大家應該都吃過吧... 這是... 其實水煮牛... 是四川... 自貢式的菜... 但水煮魚片... 是廈門菜... 因為... 為什麼是廈門菜... 廈門的川菜館... 為了... 賣水煮牛... 但是因為牛的貨源... 不夠... 所以他們用草魚代汁... 所以才開始有水煮魚片... 而且水煮魚片... 最旺盛的時候... 那時候的廈門市長... 叫習近平... 習近平在請川普的果宴上... 有兩道菜... 是特地點的... 一個是... 水煮魚片... 因為那是... 跟他的經歷有關... 一個是公保雞丁... 公保雞丁... 現在的做法... 是習近平的爸爸... 習仲勳... 吃了以後... 稱為壯元菜... 所以... 的做法... 所以... 也請川普吃... 那當然那個... 香巴羅什麼... 那個... 那個富豪啊... 什麼都不懂啊... 枉費他的用心... 那... 馮濟上海小館的... 水煮魚片... 是我吃過最好吃的... 它雖然是用... 草魚片... 青魚片... 但是... 我跟他的交情裡面... 是用的是... 東興班魚片... 那是... 路口... 無與倫比啊... 而且他是... 黃豆芽墊底之後... 他用韓國的辣椒粉... 所以他的顏色看起來... 是橘色的... 很鮮艷... 而且... 我這個雖然... 我很... 注重我的味蕾啊... 所以... 很少吃辣的東西... 但是他的辣我都可以接受... 都可以喝下去... 尤其是... 最後在下一碗白麵... 變成... 水煮魚片麵... 好吃到... 難以形容... 這就是... 馮濟... 上海... 小館做的水煮魚片... 大家看看... 果然跟你一般所看到的... 上面滿滿是... 紅辣椒的... 大不相同... 大不相同... 可以啊... 連我都可以喝... 這就是... 重慶的水煮魚片... 大家一看... 看到那些辣椒... 我就... 望而卻步啊... 有沒有... 剁椒魚頭... 最大的... 現在都是用剁椒魚... 剁椒魚的... 用的那個粉... 那個醬直接弄啊... 其實不對啊... 剁椒魚頭要做得好... 是... 是用... 紅... 紅椒... 還有... 青椒... 就是那個... 重慶的二里紅... 成都啊... 然後再加上泡椒... 任意變化... 齊味萬千... 那這樣才好吃啊... 那最早是... 其實這道菜不到半個世紀啊... 湖南一個賓館... 為了別開生命... 搞出來的花樣... 欸...沒想到大受歡迎啊... 我除了... 很榮農園... 阿浩師父做得還真不錯啊... 另外還有... 一家叫... 郁真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在後火車站圓環那裡...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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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式飲茶... 跟一些廣東菜做得還不錯... 他的剁椒魚頭也可以... 這就是阿浩做的剁椒魚頭... 看起來顏色很正吧... 你們大家都敢吃辣吧... 那我請阿浩做這個... 讓大家... 阿浩兩樣都做得很棒... 一樣是剁椒魚頭... 一樣是乾燒魚頭... 那這個是另外做的... 剁椒魚頭... 看起來就沒有阿浩的... 有氣勢... 今天... 課程有點延誤... 有的部分... 可能... 有一部分... 等到... 下一堂課再講... 這是... 這是... 這... 這... 啊... OK... 是我... 手腳不靈變... 然後這個... 乾燒魚頭... 是... 張大謙自己家廚裡面做出來的... 所以... 又叫做大謙魚... 是很... 是一個很創新的... 很...很創新的那個... 新的川菜... 這個菜是... 旭香園最早發明的... 後來... 有個叫阿棠師傅... 阿棠師傅... 是唐永昌開的... 唐永昌現在應該走了吧... 唐永昌現在應該走了吧... 唐師傅是我的天啊... 哦...是他還在嗎... 我十歲就吃他燒的菜... 是... 然後... 我媽媽有一次... 我記得... 四十年前吧... 我媽有一次去阿棠師傅... 吃了乾燒魚頭... 回來說... 哇... 這魚頭做得好啊... 一直... 很難忘啊... 她又... 號稱川味正中... 那... 唐師傅的最後一個... 傳人小李子... 嗯... 她的紅豆師傅實在搞得... 很令人失望啊... 因為我伯父跟... 跟唐永昌阿棠師傅很熟啊... 所以我才... 小時候常有機會吃到他... 在復興元燒的菜啊... 老師... 我四個五年前... 常常說... 常常說... 嗯... 是不是... 那... 過來... 要講十語... 但是... 今天... 控制不好啊... 所以... 下一次... 補... 補講... 好...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謝謝...